一个名叫华裔民权联盟的维权组织 日前向美国前总统川普提出诽谤诉讼 原因是他一再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 严重伤害了华裔 并导致美国仇恨情绪愈发激烈 该组织要求川普必须赔偿 美国亚裔与太平洋岛民亿美元一千亿 总计向川普求偿2290万美元 请看评论 这个官司该不该打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但是这个官司打得赢吗 我认为很难 能够打赢的胜算小于49% 甚至可能打不下去 送进法院很快就会被驳回 川普在担任美国总统时 手中掌握有政府公权力 却因抗议无能为掩饰自己领导无方 竟一而再再而三的 把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 不但想把病毒灾难的责任推卸给中国 更流露出种族歧视的猙獰面部 川普的言行其实在日内早已引发多次风波 他既偏执又偏激 完全失去总统的高度和深度 新冠状病毒毒害世界人人生味 世界卫生组织为避免让特定国家城市或群体被污名化 特别根据冠状病毒疾病和首次发生的2019年的四个缩写 正式命名为COVID-19 那是合情合理又被大家所接受的名称 但川普就是不予理会偏偏要有中国病毒 不但公然违反WHO的统一规定 更缺乏做人的基本道德修养 当反亚裔仇恨犯罪不断上升之际 他非但不制止种族主义滋生 更变本加厉鼓吹煽动种族仇恨 还强称中国病毒是描述性的表达 根本就是强词夺理完全不可理喻 然而在川普的盲目支持下 川普竟能在共和党里呼风唤雨 就连党内领导层与国会议员朱公都对他敬畏三分 他岂会怕华裔民权联盟的控告呢 而且揭露这件官司的又是专门揭露名人隐私的好莱坞八卦网站TMZ 所有主流媒体只字未提及此项官司 川普根本不屑一顾懒得回应 不过TMZ网站也非常完全没影响力 我记得多年前 该网站因为独家揭露洛杉矶快艇队 老板史特林与情妇在电话中发表歧视黑人的录音 而让NBA逼迫他出让了经营权 只是华裔民权联盟势单力孤 想要告赢川普真是难呀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